位於林口民族路82項這裡 有民眾向市議員蔡淑君反映 社區周遭存在許多問題 對居戶的安全及生活有所影響 蔡淑君議員獲之後 立即著手邀請相關單位辦理會堪改善 82項的一個穿越部分需要設置人行道 那這邊呢 交通局也表示會在一個月之內把它設置完成 那另外呢 這邊有幾個就是那個就是人孔蓋 包含是中華電信跟台電還有水溝蓋 那這邊因為它有一些鬆動 所以造成晚上在晚上地靈太輕的時候呢 會造成一些跳動的聲音 然後呢干擾民眾的一個休憩 所以這邊呢 相關單位也會在這兩天之內將它修繕完畢 蔡淑君指出民眾反映 當地住戶要穿越馬路 因路口未化射行川線相當危險 將請交通局一個月內會設完成 另外道路上有幾個電信公司的圓孔蓋 經常遭車輛壓過有所鬆動 車輛行進時會發出聲響 影響住戶安寧 也請相關單位近日內前來修復 那另外這邊的水溝呢 因為它可能營養分太高了 所以呢雜草很多 所以造成呢在這水溝的一個水的流量的時候 造成一些堵塞 蔡淑君表示 社區前人行道將設立標誌 禁止停放機車以維護用路人安全 道路旁有幾處水溝中已長出雜草 恐影響水流排放 請清潔隊這兩天內協助清淤 判透過會堪改善 讓民眾的生活環境更加安全舒適 記者胡宇軒林口採訪報導